我們以前有影響到這個教育現場 臺灣高校要有一些新的挑戰 在生態今天辦理相關的論壇 探討未來臨測和學識很期待 我們提出說 要臨測用性愛護 刺激作用 新空大學 找九十年的三夜 教育部 學界代表 跟專給朋友辦理高校國際論壇 大家又簽他們家 一後一個世代 專給臨測背後 行動鮮嚴 為未來臨測背用打拼 我們所欠缺的 跟所有高科技的 所有的大的這些 所有半導體跟面板廠來說 都面對一個問題 我們都欠缺人才 若是沒有臨測後一個十年 臺灣是沒有競爭力 怎麼背用台下是很重要 新台校長說 一日以來共町的看冷氣冷靈 交通融環重要 但是民體環境變化 專給議題 要去想真正歡迎 地匯交流 好奇 世界 大家到頂好時 觀見出了作用 台下頭過庫庫庫庫 跟三十個合作 各地交流來露室 人才在他校園的養成過程當中 如果那個體系網絡 甚至是命題 都比較能夠結構性的 或系統性的 繞著這個主題來發揮的時候 他有比較多快速能夠回應 並且扣合社會需求的一種反應 以農業跟工程類算是在比較前面的一個領先地位 那也許就是先會從這兩個學院的搭配上來做一個 來推動這樣子 論壇也討論策略突圍 蘇菲町以最近來臺灣的立陶宛跟斯洛伐克 代表團來說 除了大家在國家發展 都有很基本的議題 有一些 也跟科學技術有關 若是相同的林材 可以到上打拼 臺灣也有回應 找到公約的管理 都是可以輸扣的方式 記者是新疾病 臺灣報導